大家好 我是一球 外面有点下雨 白躁 25k 45k各12个 有效期是一天 商店里呢 今天出了第12周的周黑 替补席都是材料 就不看了 后卫这张孔德 他有一张任务的动态卡 对不对 估计大部分玩家都有吧 这张决赛之路 比这张周黑还要好一些 另外这张右边后卫 是到二黑了 数据上看的也是不错的 如果有条件的话 可以放到自己的阵容里 金特尔一张材料 克鲁斯一个材料 完下中厂材料 这张德甲的西班牙前腰 也是二黑吧 样似他有一个一黑 没错 但其实从数据上看还是不错的 虽然速度慢一点 但其实前腰问题也不大 还有双四星的花式 龙扎诺三黑 也是不错的卡 斑吧 这是二黑 基本上和约瑞加很接近了 母西塔良也是二黑 美塔良换位提前腰 也是不错的卡 这周领衔的就是这张瓦尔迪了 总体来说很垃圾的一周 周的周黑 但是有一些性价比 我觉得可能还不错的卡 像我之前说的德甲 这个前腰 母西塔良 斑吧 还有孔德 还有这张英格兰的右边后卫 这些卡对于终端玩家来说 应该还是可以用的一些卡 我指的终端是阵容值钱与否 不是水平 今天依然出了银卡之星 德甲的右边前卫 挺不错的 五星的花式身高189 有点不拉西的感觉 我想做一个玩一玩 要求跟以往还是一样的 另外在里程碑底下 还出了一个银卡的任务 也是用银卡阵容或者球员踢比赛 送卡包这类的 达到群组奖励 要踢250场比赛 除非你特别有闲工夫 可以找一个好朋友互刷 否则的话就随缘吧 也没有必要特意做他 就是做到哪算哪 真的是太费时间了 而且里程碑任务 他也不过期啊 慢慢来嘛 今天第六个活动挑战SBC 奖励的是一个35K 不可交易的卡包 任意一个联赛 阵容创建就可以了 球员SBC 来到这张玻利塔诺 异甲纳布勒斯 成本要14万左右 它是从右边前卫啊 换成了前锋 速度射门提升比较多 控球有一些提升 双四星的花式 是个左脚 它的身体模型啊 不是瘦 是平均 还有一个搓射的特技 数据上细看啊 敏捷和平衡也都很好 射门感觉不是太好 虽然远射很高 92 但是像进攻位置啊 射门力量啊 还有终结啊 都只有85左右 评测里说 这张卡的控球稍微有些怪 可能跟它身体模型有关系 它虽然不高啊 但是运球的时候会做一些特别大幅度的动作 很有可能造成掉球 还有说 它这张卡跟龟魄的梅腾斯 基本上是一样一样的 但是评测者认为 梅腾斯比它要好那么一丢丢 但是梅腾斯更贵一点啊 龟魄那张要小40万 另外其实易甲还有阿根廷的戈麦兹 也是非常好的卡 它的决赛之路消息最佳才14万 其实易甲这些还各自的前锋前腰还是有不少选择的 还有殷西涅和迪巴拉嘛 如果还是很难下决心的话 依然有租借卡 限制一套银卡针就可以了 我们最后来介绍两个T-Squad Battle 浪费时间的办法 希望刷川七碎片的时候 这个时间可以快点过去 第一个就是拉球 那你拉球启动的时候 你和门将之间不要有对方的球员 然后拉的方向就是朝你门将这个方向拉球就可以了 另外还有一个方法是在进区前面做假扣 一球试的是感觉不是太稳定 敌方进区湖附近做平球假设 无方向的假设 之后按护球键会有一个方法是在源靠过来 但他不会一直靠着你 他会靠你一下 然后松开你 他松开这个时间 你就可以把L2松开了 之后这个方法是在源有可能就 虽然会一直靠你 但是球抢不下来 你就可以把手柄放边上干别的了 但是还有的时候 可能跟对方AI有关系 对方的中场会过来抢这个球 所以也不是太稳定 这两个方法大家都可以试一试 好了就是以上 谢谢大家观看 别忘记点赞 拜拜